大家好 歡迎來到大師達文的環節 網民Kevin說 瑞士好大德說的是15世紀時候的瑞士僱傭兵 是有根據並且當時歐洲各國所認同的 很多皇室都想請他們打仗為了保護 最出名是1927年以189人對抗34,000人 最後省定40多人都可以保衛當時的教皇全身而退 之後教皇只信任這支近衛隊直到現在 並不是大師所說的瑞士好大德只在那邊 而是有歷史事實 這也不算是好大德的話 難道銀正那些線算嗎 希望大師讀回那段歷史 再評價信使的建築力 第一 我當然是知道這件事 剛剛沒多久之前才寫完 因為我寫的政治書有很多歷史 但是現在是說1527年 1527年 500年前的意思 是嗎 我再講一場論述 我的論述是說 現在的戰鬥 是沒有錢是搞不定的 而且不是每個月的GDP 而是需要很高的研發能力 很高的 有些非常昂貴的 不是一個大國 不論一個小國 像瑞士那樣 9000萬 這一個小國 是無論如何 沒有那個研發 例如現代的戰機 現代的炮炮 現代的炮炮 以前的時候 你拿著一支火槍 你只要找一些很好的工匠 在19、20世紀初 未有大規模生產 是需要一些很好的工匠 去製造一些很好的火槍 或者很好的刀 於是你好像日本刀 你有一些很好的工匠 然後你會做一些很精美的 很精密的刀 刀槍 然後你的戰鬥能力 很大規模的生產 很大很精密 很多人的研究 可能你只能參與 軍工運作的一千幾百萬人 去做 就是整個生產鏈 如果做不到生產鏈 做不到什麼 別人又不會把最好武器賣給你 那你又怎麽樣可以打呢 現在不只是大家用一些 很基本的槍 那些兵器 就能夠去 保衛到國家 所以我認為瑞士 我當時也說 在山區有些戰鬥 但整個研發能力 整個軍事能力 已經是馬斯文德索 去到這個時候 就做不到 現在是說幾千年前 於是你會有精兵 你需要精兵 但現在是不行的 所以瑞士是不行的 現在是在現代社會上的人 是的 時代不同 以前五百多年前 用冷兵器為主 是的 如果日本的軍刀 在日本那些武士刀 那些武士刀 你是一個打几十個堂 汉人 那些名人 英國打几十個堂 即是倭寇的時候 是 那些倭寇到時候 用其他生產力去對付 現在用很多分叉的東西 總之用其他武器去對付 但是現在不是那些單兵作戰 或者不是那些很好的狀況 或者是火炮 火槍 以前的時候 即是不是那些 已經不是用這些 去打的時候 你沒有辦法 瑞士一定不能打 所以是說瑞士現在的軍事力量 是的 好 那接著 輕心勒就問了 Crypto怎麼會安全呢 美國政府明顯想搞 Binance Binance 之後 Exchange得到美國的Coinbase 到時候美國政府 要Coinbase協助 充公某些戶口 又有多難呢 你可以用Cold Wallet 但是沒有地方換錢 有什麼用 我不相信你用Cold Wallet 沒有地方換錢 你現在馬上找到我 你私人說 我有一個什麼 就馬上跟我穿一些 對嗎 對嗎 Cold Wallet可以換錢 對嗎 我覺得是絕對 Cold Wallet可以換錢 對嗎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 所以絕對你 你怕沒有地方換得到錢 對嗎 對嗎 所以這個是不存在的 第二個就是 Crypto怎麼會安全呢 美國政府 是想搞Binance 這個就是我的論道 Exchange得到 Coinbase 自己都自己 你發財 那Binance就是 住場銀行 我們就搞住場銀行 是不是 所以這件事 是說了 但是 你想搞 街交易所 不是代表 Coin不安全 對嗎 對嗎 協助Coinbase 是協助充公 有些戶口的機能 不如 Coinbase 是不安全 對嗎 但不是代表了 你 Crypto不安全 即是說 大部份的人 我亦都說過 大部份做Crypto的人 不是為了逃避 政府的國安監管 是想賺錢 逃避了國安監管 我有很多方法 譬如我朋友 買了幾十隻 鑰匙 逃避了政府監管 你破猜的時候 帶著鑰匙走 對嗎 但是Crypto 就是有一定的安全性 除了之外 即是說 如果你有一筆的身家 你變股會有什麼 要一些Crypto 要一些Crypto 要一些 再要一些Bill 要一些什麼 隨時走路都行 好 看看另一位 網民的問題 問我和你 Hon Tong Lee就說 將軍澳的問題 你們再查清楚一點點 應該是康城居民 反對在南面填海 因為遮了海景 影響到樓價 這個和137區 就沒有直接關係 137區本來 是 厭惡性 設施 改為新 發展新市鎮 雲長對出 填海 用來重置 厭惡性設施 兩者都來 將軍澳居民比較遠 那可能我們 那些 新聞做的 沒有那麼清楚 應該 但是 我想 那個 和我們基本論述 理論是完全沒有 雙違背 沒有矛盾 因為我們的理論就是 張軍澳 在張軍澳 應該是回到法律的經濟分析 法律的經濟分析 就是說你在面前填海 面前什麼 那件事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那件事是英國說 你是完全不可以 說別人反對 說別人反對 因為 法律的經濟分析 因為如果你是填海 或者所有東西的話 如果這樣的話 我只是綁住自己的手腳 所以我們 如果做浸河的地方規劃 填海規劃的改變的時候 政府不應該受到這些影響 那件事已經說得很清楚 我記得當時說 就是 在蓋建設施的時候 已經供應了這個樓價 沒錯 你早知道已經是非常便宜的 雖然有些事實有些出入 但問題跟我們有基本論述 多謝康湯尼的提問 另一位文章是道段 他說法國大師說話只有大聲 而內容還未組織好 所以他說話是時常美觀 第一是只是大聲 內容還未組織好 但說話來題不是為了這件事 而我真的很喜歡說話來題 因為那件事實在太悶了 是來題才令我提起興趣 所以說話來題是真的 但問題不是因為這些問題 而是真的來題 我喜歡的 所以他說時常來題是絕對的 這個叫做封雅仲傅比卿 詩的六二 副的意思就是我講到一件事實出來 即是副詩的副 是 比就是比較 興就是因為這件事令我聯想起另一件事 副詩明月光 如是地上相 舉頭望明月 低頭施故鄉 副詩明月光 即是一個客觀描述 是 而是地上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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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為是地上相 而是地上相 而是地上相 舉頭望明月 而是輕的 原來是低頭施故鄉 即是想到另一件事 因為故鄉也是看著名月 所以舉頭望明月 低頭施故鄉 所以即是副詩明月全部都有了 所以之前有時會離題也是事有發生的事 是故意的 所以這件事是我們還會以後不停地這樣做 所以多謝網民的提問 今天時間到此為止 多謝大家 拜拜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